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喝了 我 殿下 一共十道菜 包含鸡鸭鱼肉 寓意龙凤城祥 还另有三十坛顶级女儿红 寓意琴瑟和鸣 谁让你这么安排的 这 这是午后院书姑娘送过来的 话都是上面写好的 奴才只是照着念而已 院书姑娘说 这些都是他们家小姐爱吃的 让我们安排 殿下可有什么不妥 奴才立马让人把他们撤了 算了 算了 就这样吧 这些寓意以后不要再说了 是 殿下 你不觉得今日的太子府 布置得像婚房一样 这也是他们让你安排的 是 院书姑娘千叮咛万嘱咐 说他们家小姐 就喜欢这样的 荒唐 太子殿下 我来啦 你快吃下 来来来 这一杯 我敬你 敬你助我破获科举舞弊案 也希望你能同我一起 下江南 治理水灾 太子殿下的确是应该敬我 但只经我跟你一起办案的话 我觉得有些可惜吧 不知道 什么时候太子殿下可以求起啊 然而 我是认真的 此案若无你同行 才是真的可惜 好吧 既然太子殿下这么有诚意 那就不是这么个竞法 把那些酒摆上来 这京城的酒果然香 闻闻 太子殿下 喝吧 安乐姐 殿下呢 他喝不了这么多酒 那你可以吗 我 温公子 请 太子殿下 喝呗 这点酒 不算为了你吧 任安乐 是不是我干了这坛酒 你就同我一起下江南 君子一言 八匹马都难追回来 好 今日我就舍命陪君子 先干为敬 殿下 太子殿下可曾知道 在我们安乐寨女儿红式出嫁时才会喝的酒 太子殿下喝了我的酒 可就是我的人了 再来点 来 恍若走阳出阳谷 脚若月光 寻福丧 好了 别念了 知道你满幅师叔了 我没有要念书 我只是在夸你 堂堂一个太子殿下喝这么一谈酒就醉了 我才不信 来 再来一杯 我就知道 居然还给我装醉 从小到大 陛下便对我耳体面命 不要客气负礼 行为端正 喝醉酒还想教训我呀 没门 可我偏要随心所欲一回 有些事情 为何别人做的 我这个太子殿下便做不得了 行了行了行了 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 别喝 你给我 你别喝了 喂 太子殿下 你想对小女子做些什么呀 呜